現在總亦到電訊管理局遞訊 反映居民對停播的不滿和無助 並且促請當局先將訊號恢復 再研究解決問題的方法 我希望公務公司、政府和友善 坐在談,在解決問題之前 希望盡快去防發市 有甚麼問題再解決 希望不要讓他一秒鐘去停這個天線 他說初步估計本澳有七成的居民受到影響 並說不贊成本澳的數碼高清訊號 要交給單一公司負責 要求政府立刻採取有效措施 確保居民接收資訊的權益 和保障不再受到損害